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聊到了目前全球制造业正在布局未来 如何大幅提高生产效率 其中一种方法是使用3D打印技术 还有一些方法则依赖数据和网络的结合 比如斯科提出的万物互联 IBM提出的智慧地球就是属于后者 2012年美国国家的智慧地球 中国公司通用电器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 叫做工业互联网 工业互联网具体指的是 通过在机器上安装传感器 将机器运行的状态形成数据 传输到云端并储存分析 最后形成决策并为企业提供服务 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能耗 作为经常领导制造业潮流的国际大企业 通用电器的战略布局受到业界关注 从2008年起 国际产业巨头将工业生产和互联网应用 联系在一起的想法越来越一致 虽然通过网络将机器 人和数据联为一体的想法非常激动人心 但其中关键的一环 也就是技术突破 却是迟打时的艰难 最近一些新技术的兴起 让终于这种想法的研发者和决策者倍感欣喜 现在发展工业互联网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刚才说了 有那么多的新技术已经诞生了 而且是成熟了 而且我们都说我们进入了一个大数据的时代 大数据的时代 一方面大数据本身 大量的都是机器到机器 人到机器的数据 推动了大数据 另一方面 大数据又进一步的推动了工业互联网 推动了物联网 推动了机器到机器的发展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说是机会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试想厂商能够获取每一台机器 每一个零件的运转情况 让生产过程变得精确可控 工业物联网如果能够大幅改造制造业生态 那么必将给与之有关的服务行业带来商机 对于谋求转型的中国制造业来说 不管是生产领域还是消费领域 都存在着巨大的需求 通用电器CEO伊梅尔特认为 在实现工业物联网之后 生产制造从此量入而出 就可以避免资源浪费 特别在医疗领域 大型医疗设备联网 医疗资源可以在空间和时间上 得到合理分配 虽然有愿景 但建设工业互联网的巨大投入 也是显而易见的 原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董事长王建昼认为 工业互联网想要在中国落地 不仅每一个企业需要自主的做商业计划和投入 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统一协调的平台 才能有效避免重复和浪费 真正做到互联互通 一个就是并不需要所有的开发商都去开发同样的东西 因为有些项目我们发现很多人都在开发 结果造成了一种浪费 这就需要一种协调 第二种情况 比方说车联网 每一个汽车的品牌都要做一个车联网 这当然对它这个车辆的运行的控制当然是很好的 但是你真正要做到智能化的交通 你必须要在统一协调上 跟我们的现正的交通管理的体系 能够融合起来 这样才能真正的做到智能交通 大数据 云计算 工业互联网等等概念的提出 似乎预示着低成本信息和海量数据的时代 快要到来了 不过在实现低成本之前 必定会有一个高投入的过程 这一过程要从哪里开始呢 各国的产业政策和资本市场是否做好了准备 在这个宏大的商业版图建立之前 所有的参与者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